可以开始了吗 好的 好的 好 老师们 我们这个热情的欢迎 我们class的副会长 徐希雅老师 今天带领我们体验 卡户的所有的功能 老师们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您在这个chatbox这一栏 随时留言 我们会收集信息 然后帮助您向这个 徐老师来提问好吗 好 徐老师有请 好 谢谢李老师 各位老师大家好 非常谢谢各位老师 在这么忙碌的星期二晚上 还抽空来参加我们今天 由class主办的网路教学 急救包第六场 那我们今天呢 由我来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 我个人使用卡户的一些 经验与心得 好 那希望在今天晚上的 30分钟的课程之后呢 各位老师们能够 create games with multiple choice and puzzle questions 第二个呢是老师们 host a live game and assign a challenging game for remote learning 如果老师们还没有account 你想申请account的话呢 请各位老师到 下面这个website 我有website在上头 老师们应该看得到 然后呢 申请一个账号 其实就像一般的 给基本的一些资料之后呢 他的基本的会员呢 是免费的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basic account 应该还算够用 但是如果您要upgrade到 pro account的话 是三块几个月 那就是total是 你一次要付一年的费用 36块 目前因为这一次的 pandemic的关系 卡户好像在offer 老师们可以free upgrade到 pro account 所以老师们可以看看 那我自己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有在用 所以我目前 待会我会介绍一个feature 是需要pro account才可以用的 那premium account是 6块钱一个月 就72块钱一年 那那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是学校比较 因为它就是可以让你的account 到1000个人以上 那基本上老师我觉得 其实是不需要到premium account 那请老师们 如果您待会要加入我们 玩游戏的话 您可能需要准备 另外一个device 因为你玩卡户的时候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说您手上的这个device 你只看到颜色跟形状 你并没有办法看到答案 所以老师们 如果可以另外拿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的iPad 是待会我们可以一起玩一个game 好 那我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下 当你在卡户里头呢 你要create question的时候 有几种方式 Question type 第一个就是multiple choice 那在multiple choice 您可以给到四个答案 最多四个答案 那您给两个 三个也行 另外true and force 它就是default 只有给你两个 就是两个答案 然后再来呢 slides slides actually 它比较不是属于问问题 而是说您可以对你的内容 多加解释 就比较像我们用的powerpoint 或者是google slide 这样 那这是pro account才有的一个功能 再来一个就是puzzle puzzle就是您可以做一些排列组合的一个方式 那这也是pro account 这就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功能 我待会跟各位老师介绍 再来是 做问卷调查 还有open-ended question 这是属于premier account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玩一个light game 所以呢老师们 请你拿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device 然后到kahu.it 然后我到我的kahu account来 来找一下 我今天要给各位老师玩的第一个game 好那我找到这个game之后呢 我在这边click play 然后今天我们要玩light game 所以我做的是这个click on这个部分 那这些呢 一些option 我待会会跟老师go through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玩一个game 让老师就是get a feel 就是看学生玩这个game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 所以呢各位老师们 把你的device准备好 然后呢你会看到这边出现一个code 所以请老师呢 key in这个code 然后呢把你的名字放上来 我可能没有办法等老师太久 那老师们可以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我大概有可能有二十几个老师 我就开始了 那这个部分在waiting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lobby 待会我跟老师讲解一下lobby 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就是所谓的lobby 好那我就要开始了 没有加上耳老师 您可以再想办法再加进来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学生稍微讲解 但是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我就move on to the next one 好 Rita老师第一名 好我们看下一题 我在时间还没到的时候 老师刚刚看到我skip 如果说学生还没有回答完 但是学生都已经回答完 时间还有你可以用skip 就可以赶快把那个时间跑掉 好下一个 好我们Rita老师还是维持在第一名 好下一题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另外一位小静老师 现在荣灯第一名宝座 下一题 好 Rita老师夺回宝座 好 好这一题全部都答对很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好Rita老师维持在第一名的宝座 好这是最后一题 是一个video 我反正 我反正留人没什么用 给你们 你挑过最好的一点 好 好这题答案没可能有争议哦 那我们就不谈这个 因为它是有寓意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game呢 第一名是 第二名是一位皇 第三名是位皇老师 好第二名是九九老师 第一名第一名是谁呢 小静老师 好 我们恭喜小静老师 好所以希望各位老师呢 能有感受到学生玩这个game的时候的这个兴奋 那我现在呢 李老师目前有什么问题吗 Everything's okay 好那我就 不好意思 我刚mute我自己了 有一个老师在问 安卓的手机或者安卓系统可以用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对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你如果不能app的话 你直接从website上也可以 因为他这位老师说 他用安卓系统的时候 出现了不同的这个链接 所以不太 那这个部分可能 对 我就说一般来讲 你可以download app 或者是直接从网络上也可以 好的 好 那我就继续 好那我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下 就说如何create这些question 好那你进入你的account之后呢 这个应该是您看到的home page 那我 这里是home page 所以你要到你自己的dashboard 你click on这个 这个卡户这个部分 好那我 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之后呢 这就是我的dashboard my cahoots 然后这里呢 老师们可以就像一般的 你可以create folder 那这个folder你就可以 你可以把它给他命名 那这个就dependent on teacher 那因为我 我教了四个年纪 所以我四个folder 来all lines 不同的年纪 那为了今天呢 我一个classworm了 所以我跟各位老师讲解一下 怎么create question 第一个呢 你就看到这边一个button create 好那这个呢 是从scratch 就是你自己 完全由你自己create 那这边有些template 可以用老师 有机会可以看看 那今天我们就是create 一个new kahoot 那我跟各位老师介绍 四种方式来input 你的question 第一个呢 你就是直接在这边 add question 那这些就是我刚刚讲的 different question type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 我们基本上 我们先focus在quiz这个部分 我先回去跟各位老师讲一下这个setting这个部分 我刚刚还没提 就是一开始 你要先给你这个卡户一个名字 那我就用demo 那这个description呢 你可以自己譬如说你就写 中国啊或者是whatever 这个部分是option 我觉得它有点像twitter的那个hashtag一样 所以您可以打进去 那你如果需要一个cover page 你可以这边upload一个image language 因为同时我们有时候用到英文跟中文 这个部分我也不改 那这个地方呢 save to 就是说您可以把它弄到你的folder里面 刚刚我跟老师看了 我有不一样的folder 所以这个是一个webinar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webinar这个folder里头 好 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visibility 如果你希望只有您自己看到 不让别人看到的话 你就click only you everyone就是make it public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然后这个部分呢 这个branding是属于premium account的option 那lobby video 刚刚我跟各位老师提到 我们在玩game的时候 我们在等待大家sign那个部分 就叫lobby 那您可以放一个video 不是video 其实它一定只能用youtube的link 你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我是不放的 那这个music就是刚刚 您可以选择不一样的music 在waiting 在那个lobby的地方 好 那我现在就等于先把我这个 我的title 我的title先setup好了 然后createquestion的时候 第一个呢 你直接 OK 这type是quiz 你直接 您直接呢 就打您要的题目 譬如说这个我是要用中文 让学生找英文的意思 所以我打篮球 然后我在这边 打打 我把我的答案放弃 这个是正确答案 我就这边打一个go 那这个不是正确答案 我就不放勾 我就不去click它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 所以你有三个 四个答案 那其中一个是正确的 这是第一个方式 您直接打进去 那你可以加上图片 这个up to you 然后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说我以我这个第一个question为基础 我duplicate 我复制 好我复制成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这一题 我变成我要问的是 棒球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只需要 在这个部分 把答案改过来 因为这个baseball是正确的答案 这是第二种方式 好第三种方式呢 您可以到questionbank里头去找 好例如说 我要的是篮球 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些 在他的questionbank里头 有的一些question 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因为我要他们能够选拼 也有图片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题目呢 加到我这个game里头来 所以老师们看到了 我刚刚第一个是自己打进去 第二个是duplicate 然后第三个我是从那个 questionbank里头加进来 那这个题目我们这题 我们刚刚没有用到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 把这一题delete掉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题目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三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 我觉得如果你有整个 就是你整个生词的表 生词表 你必须要做这个game的话 是给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说你从一个spreadsheet input 那它有一个template 你download它的template 好 这是一个excel 所以你如果您本来就有生词 在另外的一个google doc 或者是word document 你可以把它copy paste 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在后面改变你的答案 然后呢把这个是设计它的秒数 所以一般来讲十秒就够了 然后这个最后面呢 看你的correct answer 是在这里面是哪一个 就把你的correct answer 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之前已经做了一个表格 我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好 我之前已经先做了一个表格 就是也是刚刚的sport 四种球赛 然后呢 这边是答案 那其实我用的都是一样的答案 老师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那只是我把它的answer改变一下 好 那我现在就跟各位老师示范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upload上去 所以我呢 回到我的卡户这边来 然后我就select file 好 我到我的folder去 好 那我upload之后呢 他说已经4question have been imported 所以我就把这些question加上来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又加了这4个question 好 老师往里面 好 你看一下就是这边 篮球 棒球 足球 好 网球 所以这4个呢 是我刚刚加上来 用express sheet加上来 所以这是自己createquestion的时候四种方式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跟各位老师呢提醒一点就是说 您做好之后呢 请您记得一定要click这个down 就是表示是save 你就这样走掉的时候呢 它其实没有不见 但是你到你的dashboard会找不到 因为它只是一个draft而已 所以make sure你要这个down 然后他会建议你说加个coverimage 那我现在不用做就先把它弄出来 ok 好 那现在呢 另外我跟各位老师 这是第一个您自己create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您可以到他的 他有一些他的bank 就是他一些database 你可以找一些game出来 你就变成是您自己的 到discover这里来 然后譬如说你想 我们想要做 Chinese moon festival 所以你就click 你就type Chinese moon festival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老师create好的这些game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copy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你的title setup的时候 你如果说invisibility 只有setup to everyone 所以每个人就可以看到你的set 那我知道很多老师用Chinese link 所以譬如说你想 你也是用translink 你就可以用translink来找一下 其他老师做好的 那譬如说 我觉得我想要教一下这些文法 嗯 你可以 好 这些 譬如说我就到这边来 我可以click on duplicate 复制 那他就会复制一个到我的dashboard 那我就根据这个我自己来把它editing 所以在这里呢 你可以把它弄editing 好 所以你譬如说您想 你可以把它的title改一下 你可以改一下translink 或者您自己譬如说 您自己有一些您的号码 Unit 3.2 类似这样子 你就改一下 那其他看你有没有需要改变的部分 好 那现在这个就变成是你的Cahoot 那你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自上头 像我刚刚提的您或许修改答案 或者是说您不需要的部分 您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类似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createCahoot的一个方式 好 那现在呢 我想让各位老师呢 再玩一个game 所以请把你的device 请各位老师把你的device准备好 好 这个game呢 我们是要用puzzle这个功能 所以各位老师呢 在用的时候呢 请你们 你必须要用手去移动你的这个颜色的方块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那在这个时候 我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的game options 在这个地方 Classic 就是每个人一台 就是individual的game 另外一个是team mode team mode 它会team 就是team vs team 就是我不常用这个功能 但是我看了一下 因为它没有办法 让你选择几个人一组 所以我想它就是帮你选定两个人一组 但是它是share device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之中 只有一个人的device需要用 那我个人认为 这样有所有的状况 就是说学生们会变成 就比较厉害的那个人 一直拿着那个device 另外那个人就没有用到device 所以这个可能是老师要考量的 那的game option部分 好这个personalized learning 这个是属于premium account的功能 其实它就是说你在玩完之后呢 学生可以根据它不对的部分 再继续练习 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就不是 因为不是premium account 所以用不上 好那这个friendly nickname generator 好这个部分呢 我现在把它打开 待会老师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instead of input your own name 变成就是说它会要给你的是 学生只能在这些 他们create的这些name里头 去choose one 这样的好处就是学生 因为你们知道有时候 我们会有些appropriate name 他们自己key in的话 但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用generator的话 最后变成是说 因为那个名字 你不晓得是谁 所以当你在看这个 最后的这个test report的时候呢 你会不晓得那是什么学生 哪一个学生 所以我先把这个打开 让老师们看一下 好那这个lobby music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lobby music 基本上 你应该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好 random order of questions 你的问题 如果说没有一个顺序性的话 你可以让它就是说 根据你create 它会把你randomize 会不同的顺序出来 那这个我今天把它no off 因为待会我的question 是有一点 从简单到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要把这个off掉 然后randomize order of answers 就是你的答案要不要 每次的那个sequence 是不是不一样 那这个是挺好的 是我把on 好 再来 好 advance这个部分呢 好这个我要跟各位老师提一下 two step join 如果说你有学生tech很厉害的话 我曾经发生过 就是我们在玩game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人用kahoot 所以就有人写那种程式 可以来hackkahoot 所以如果学生知道这个东西 他们在你玩的时候把它弄进来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两百个旋载 你就整个game会乱掉就是了 那这个是呢 ensure 就是说你要有第二个step的join 它会必须要除了刚刚code之外 他们还要进一个color pattern 那这个color pattern 就是每七秒会变一次 所以学生就比较没有办法hack 这个kahoot 那今天我们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不把它turn out 所以你如果你的学生会有那种状况 你就要把这个turn out 好 automatic move through question 这个function我也不是很喜欢 就是说我们刚刚每个question之间 我们都可以稍微停下来讲一下话 我可以说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或者是说通常我会让那个学生们 就是说go over一下那个question 大家在一起说一次 说一下意思什么的 那这个他就没有那样的时间 他会一直一个question之后 接着另外一个question 所以这个我把它off 好 那rejoin after every game 就说他们会变成主动的rejoin 那这个我们把它off掉 好 所以现在呢我们准备再玩 第二个game 好老师们开始 请老师们三应 首先 CAHOOT 是一招选 或者是一招选 搜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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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們對不起剛剛好像有一點狀況 好 我們看一下這樣是不是可以了 好 我要注意一下 亮眼熬不能給你們的 其實你是先讓老師們重新說就航在你邊邊邊iele 而你還rov seal我 對了 我剛剛可以玩這個呀 對 因為我剛剛玩這個遊戲 對 你需要讓他那個 你再來一點 classic 對 再點一下 實際上 咱們試一下吧 Erst Pressure 神拜五 GAME-based or gamified. No. OK,那我们就不玩这个game了,其实我跟各位老师看一下好了,这个game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讲,重组。 OK,重组你必须要把这些句子排列组合成一个正确的一个,正确的顺序这样子。 所以呢,我觉得在句型方面是很好的,就是说,老师们可以让学生,我本来这个是要给老师玩的,所以我是用比较难度的那个诗词,那其实我自己的部分我就,我给老师看一下好了,我自己用的话其实就是让学生就是, 就是重新排列组合这个句子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老师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打篮球吧,其实它就是四个不同,变成四个不同的颜色,那他们必须,学生必须要crush的时候,他必须要重新组合它。 好,那我想我就很快,本来是想让各位老师体验一下,那没有办法我们就,我直接跟老师们说一下你要怎么样去, 跟老师讲一下要怎么样去create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demon那个部分。 好,所以现在呢,譬如说我要在这个editing,那我要加这个puzzle的,puzzle的这个句,puzzle的部分, and question type。 好,我就从这边puzzle。 好,你前面就想please。 好,那这里呢,你打字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譬如说打, 你喜欢喝。 你喜欢喝。 红茶还是绿茶。 好,你打的时候呢,它必须按照correct的order,那它给题目的时候,它会给不一样的order。 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puzzle的功能。 那当然你要怎么去break down你的句子很重要, 因为你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你不能把红茶、绿茶还是三个通通分开, 那就有不同的排列组合。 还有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要教一个句型, 所以你break down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这是属于puzzle的部分。 那下一个我要跟老师们介绍一个, 就是为了这一次我才发现那个功能, 就是说你可以放picture进来, 那picture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在旁边imagereveal, 你可以选择这个, 它就会慢慢的reveal, 它会慢慢的出现这个, 慢慢出现, 然后你就可以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ok,希望我们先等一下这个可以, 我有一个让老师们学remote, 就是要让老师remote的那个, 要让老师们够做remote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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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譬如说这个challenge game, 好,我现在要把asside成homework, 那instead of do a light game, 我做asside。 好,所以我可以做一个新的。 那你可以这个time, 就是说你可以turn it on, 就是你设计的timers, 或者是off, 让学生take time time to work on it. 好的,好,那在这里呢, 老师们,你看到这里有一个link, 你可以copy, 你可以把这个linkcopy到您的, 就是,譬如说你用schoolergy, 或者canvas可以给你的学生, 或者直接给pin也可以, 所以依了尾。 老师们, 现在您就可以试试看, 你们可以到卡户里头用这个pin, 然后玩我刚刚, 就是这个是一个challenge game, challenge就是学生可以work on他们自己, 然后这个challenge game呢, 就work on their own pace, 我觉得好处就是说, 学生可以, 他其实可以, 他有好几个关卡, 你们玩完之后, 他会说你24小时以后, 你的第二关会打开, 你可以继续来玩, 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我注意到的部分, 就是说你必须login的时候, 你必须enter your name, 所以这个部分, 学生如果没有好好的, 就是说, 他们又用一些很appropriate的name的话, 那就不太好, 因为全部的学生都会看到, 所以我今天其实让我的学生试了,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一定要enter你的for name, real name, 因为这是要count你的assignment credit,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 因为他自己希望他自己真的, 能够就是表示他要做这个作业, 好, 那老师们可以玩玩看, 这个challenge game, 那这个game, 我设计是我刚刚讲的, instead of, 用picture, 我把那个字呢, 我就是用把字放在这个picture里头, 然后学生们要慢, 就是要猜出来这个字是什么, 好, 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老师们开始玩了, 嗯, 徐老师, 我们还有大概七分钟时间, 好, 那这边呢, 好, 已经有老师开始玩了, 有一个老师完成了, 譬如说好, 这个是另外我要跟各位老师们介绍的功能, 就是说, Cahoot, 所有的game, 你玩了之后呢, 你的学生呢, 的report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这里呢, 譬如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个人得多少分数, 还有一个, 我觉得它一个很好的部分, 因为其实你的学生程度好坏, 你大概心里有数, 我觉得最好的部分就是说, 你可以分析你那个question, 譬如说我看一下我这个, 我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好, 像在这个game里头呢, 我除了可以看到学生的程度之外呢, OK, 这个不是一个good example, 因为这是我自己玩的, Anyway, 就说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正确率是多少, 所以你如果发现某一题, 它正确率特别低, 你就要回去看看, 是不是你那个sentence pattern呢, 学生们没有办法掌握, 那你就必须要再做一些review, 好的, 那我最后呢, 再回到我这个slide, 那希望各位, 今天各位老师觉得, 你有学到我们create game, 就是说我刚刚用的multiple choice, 还有puzzle, puzzle其实就只要把你的句子呢, break into四个部分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light game, 我们刚刚实际上也有做一个light game, 那这个game, 你必须学生也就像一样, 要两个device, 所以可能有时候困难度比较高一点, 然后assign a challenging game for remote learning, 我刚刚最后也跟各位老师展示了, 然后最后呢, 我想跟各位老师学一下, 有位老师给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他说, 担心学生会抢答而, 为了抢速度而猜答案, 没有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 那我想某程度的, 我是同意这个讲法, 因为真的, 我是看到学生真的是为了速度而没有, 好好地学习,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就像我们老师在设计一堂课的时候呢, 就像您在准备, 您给你家人的一餐, 一顿饭, 那您必须有鱼有肉有菜, 坚固营养与美味, 然后呢, 有时候孩子不喜欢吃broccoli, 可是你还是希望他们吃, 你就要想着法子, 把broccoli变得好吃一点, 还有呢, 甜点呢, 吃饭后, 我们大家来吃个冰淇淋啊, 吃个蛋糕啊, 虽然知道不是很营养, 不是一个很好的choice, 但是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想这些game呢, 可能就是像是这些抵热的方式一样,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老师, 有这个机会, 然后, 谢谢各位老师, 好,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 谢谢徐老师, 这里我们剩下四分半, 然后抓紧时间回答两个问题, 可以吗? 是, 好, 好, 有一位老师问就是说, 这个在玩第二次的时候, 答案会shuffle吗? 我想这位老师应该问的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puzzle这个功能呢? 嗯, 我没有特别注意过, 但是我觉得他们电脑, 他们这个部分应该是做得很好, 好, 老师对不起插播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本来要玩那个live game, 然后我们没有做, 其实你每次玩完一个game之后, 你先不要log out, 你可以play again, 那play again, 它有一个叫做ghost mode,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说你玩第二次的时候呢, 你的ghost, 就是说你的附身, 它其实就是你第一次, 然后你玩的时候, 它会跟着玩,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你有没有比你的第一次更进步, 所以这个方式,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到, 各位老师可以试试看。 好, 第二个问题, 有老师问, 可不可以从quizlet, 直接把它转移到, 就转到这个卡户, 比如说像那个, 你刚才设置的那些像accel那样的文档? 嗯, 这个部分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search过, 它好像没有可以直接像这样 import, 所以就说你可以从你的accel里面呢, 然后, 我不晓得, 从那个quizlet export出来的, 是不是一个accel file, 这个部分我不顺求,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原有的东西copy, paste到那个accel那个sheet, 好的, 还有一位老师问, 如果学生用电脑登录, 学生会不会只看到答案, 看不到问题?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在学校玩light game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看, 他们要, 他们的答案只有在老师的那个荧幕上面。 嗯, 学生可以自己选玩游戏的时间吗? 如果是assign challenge game, 就是你所谓的时间, 就说他们什么时候要玩, 对不对? 嗯, 就是assign student paste, 可以重复多次玩吗? 嗯, 他必须, 他只能, 一个名字只能login出一次, 所以他可以比如同样的游戏, 我们刚刚给各位老师那个, 你可以用不同的人类, 你可以一直玩, 一直玩, 对, 有一位老师问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回答了, 就是说, 学生只需要去cahoo.it那个网站, 然后老师显示的网站, 输入这个pin number, 就可以玩了, 不用再去sign in什么了, 对吧? 不用,是的, 好的, 我想想还有, Do I need to be by my computer when students play challenge? 老师应该在电脑旁边要不停的按下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不用,不用,不用, challenge不用, challenge不用, 对, challenge不用, 好的, 有一个问题是在, 因为我们在前头, 您讲在visibility 那个地方, 如果设置为only you, 你的学生还可以看到吗? 可以啊, 他只是说最后他不会放到他的database, 不会让其他老师看到, ok, 好的, 老师们, 我们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分钟时间了, 我想请老师们留言, 为我们今天徐老师点赞, 谢谢徐老师, 谢谢, 然后也请老师们关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也会把今天晚上讲课的录像回放链接, 通过YouTube的链接发送给老师们, 都是根据您注册时候用到的邮箱, 好, 老师们请您继续关注我们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组织, 我们的会长会近期会几乎每天给大家发邮件, 然后通知星期四的活动, 星期六的活动请大家关注, 老师们再见,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晚, 晚上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徐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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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